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秒论秒回时间 我们来看一下大家提问 冰糖小陈 我一吃完饭或者是睡醒了 就感觉胸闷气短 咋回事 这人的胸闷气短是一个正常表现 但是这个时机很特殊 一是早晨起来 早晨起来 阳气刚起来的时候 被挡住了这是 出不来胸闷气短 第二 吃完饭之后 哪个地方最累啊 胃啊 胃肠啊 那就是这就是脾虚而生诗的人 他就早晨起来就出就不好 那一定是阳气想出来出不来 顶住了 那就是一个是脾虚 一个是诗着中主 这样的话呢 我倒给大家想一个办法 四神堂试一试看看 四神堂是只能诗气内圣的 老百姓总说 哎呀我诗气重诗气重 我告诉大家就这个房子 这个房子去诗而不伤人 有些房子去诗能行 但是伤人不好 这个房子就诗为药 诗神嘛 诗为神也要 福灵 一米 山药 莲子 怎么配呢 福灵十颗 一米二十颗 一米用生一米 还是炒一米呢 如果脾胃不怕凉 用生一米 特别是夏天 热的时候用生一米 如果我这个脾胃怕凉 用炒一米 二十颗 然后山药十颗 莲子十颗 山药和莲子这两个药 既是不脾气 又不脾阴 同时还去诗 你看看 然后福灵 带上立丝一米 去诗健脾 所以说 这是立丝健脾 而不伤阴的一个表现 这个药物 就不管你是寒诗 还是诗热都行 都行 对吧 就只是在一米那儿稍微的改一下 就行 对 但是